大马公务员职工总会主席阿兹穆达 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公务员在过去七年里 每年只获得500令吉的特别援助金 这样根本不足够 所以他们要当着所有媒体的面前 把这个要求提出来 他希望明年的预算案 政府可以给每个公务员一个半月的花红 他想要500元 正确实是他想要知道 多少亿 不算500 比较500 7年了我们才能够500 那么 所以这一年 什么事呢 如果花约花约15万 另外阿兹穆达也要求政府 实施一系列协助减轻公务员负担的措施 包括提高公务员的交通津贴 减低个人所得税等等 而最重要的是 建设市价介于9万令吉到15万令吉的廉价房屋 以及将公务员的房贷利息 从4%减少到1%等等 因为公务员们都买不起房子 他也说 面对这样状况的50岁以下公务员 竟然多达70% 所以希望政府可以在来临的财政预算案 为他们捎来好消息